数据做好之后啊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快到要写这个网络模型了 首先啊咱们还是先把这个input还有这个output写成这个placeholder的格式 就是啊我们有这样一个input的啊 咱们的一个input data input data我们是用tensorflow.placeholder这种格式 它的一个dtype呢 dtype就是tensorflow.int32 为什么是int32啊 因为咱们现在啊 因为咱们现在啊 做的是把一个词都给它映射成了一个就是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吧 1234 所以说它是int32啊 到时候大家如果是有其他映射方式啊 当然是用what to better那种方式啊是最好的 然后呢你要指定的一个shape啊 要指定的一个shape name我就不小了 要指定的一个shape 第一个shape就是咱们的一个batchsize吧 所以说它是等于flux里的一个batchsize 然后呢第二参数啊 第二参数是不是说 我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结果啊 这个我暂时就写一个乱值吧 因为先不去定义啊 咱们的一个输出的一个结果是对于什么啊 咱们先这样写 这是我的一个input 有了我的一个input之后啊 我们还有一个output 我的一个output也是一样的 再把这个output拿出来 input data 然后呢 因为我之后啊 要做一个 咱们交叉商 所以说啊 咱们给它写成这个名字啊 就是叫做一个output的一个预测值 咱们的一个output的一个targets output targets啊 这也是tensorflow.de的一个int32 然后呢 还是啊 后面这一样的 还是一个batchsize 再乘上一个乱值啊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输入和输出的一个targets 然后呢 有这个之后啊 我们可以定义模型了 我定义模型之后 定义模型 我先指定一个模型的一个返回值 在这个underpoint里啊 我要返回出来很多东西 它是一个字典的结构 然后呢 指定了这样一个rn的一个model 你愿意叫rn啊 就叫rn 愿意叫一个runmodel啊 也可以叫做一个runmodel 这个到时候叫什么名啊 大家自己指定啊 咱们指定定义这样一个rn的一个model rn的model啊 然后指定咱们当前用的基础模型 因为在咱们这个tensorflow当中啊 基础模型有rn 还有这样的rstm 刚才不是给大家说过了吗 就是rstm啊 和rn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 所以说 咱们要用啊 使用这个rstm 所以说它的效果是能够更好的 input就是我做好的这个input data吧 然后呢 我的一个output 我的一个output data啊 就是我的这个东西嘛 output的一个target 这都是我刚才写好的 这是啊 咱们要传进来的一些参数 然后呢 我还需要指定它一个size啊 这个size我给它指定出来 咱们这个词汇表它的一个size是多大 size它的一个size等于它的一个浪值 这块啊 就有点快写不下了啊 先把这个写完 然后咱们换行去写 就等于我们之前指定的啊 这个东西它的一个size就可以了 然后我换个行吧 换个行 然后接下来写另外的一个参数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说 嗯 在rn当中啊 我们是不是有中间的一个隐层啊 中间隐层 它是不是都有这个大小的啊 你需要指定 中间隐层 它是有多少神经元啊 咱们暂时啊 给它指定成是两个神经元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神经网络 它是有几层的 你识别指定啊 它这个layer 你需要指定好 就是咱们当前的神经网络 它是有几层的啊 暂时咱们就用一个两层的就可以了 然后呢 默认我再传个by size吧 默认的一个by size 让它是等于64就好了 然后啊 学习率啊 学习率你也可以去传 rn learning rate 这里咱们就怎么简单怎么写吧 传习率 你可以用那个flux里边这个东西嘛 然后或者说 你自己啊 指定一个默认学习率啊 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灭亡已传值的话 那这个啊 就是咱们先给它定义好 咱们有一个rn的一个model 然后呢 我们就要来去写啊 这样一个rn的model了 然后啊 咱们就要写这样一个rn的model了 首先呢 我先是把它定义过来 就相当于是 把之前东西啊 先复制过来 然后呢 我先给它指定一个 and的一个point 这个andpoint 就相当于是 我们的一个字典 因为一会儿呢 我们要返回一些值嘛 返回所有值啊 我就暂且都给它 放这个字典当中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啊 咱们要写的不是一个lstm嘛 所以说 我需要先把这样一个lstm 它的一个基本结构 给它构造出来 就是 我们不是有一个sign嘛 就是一个基本的单元 一个基本单元就相当于 咱们之前说了 就是整个lstm构构当中 是有很多很多基本单元吧 它们都是一致的 所以说 先把这样一个sell给它拿出来 这个东西啊 我还先先滴吧 tensorflow导进来 empart一下咱们的这个tensorflow stf 我们的一个基本单元啊 就等于也是啊 tensorflow的一个基本函数 在这个contrib里面 然后呢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 嗯 这里边 然后先进它的一个rm模块 它rm模块下 有一个basic的一个 我看它有没有提示 没有提示 那我自己写吧 嗯 basic 嗯 basic的一个lstm的一个cell lstm它的一个cell啊 就这么写出来就可以了 嗯 这样啊 咱们就先把这样一个rm啊 它的一个基础模型 给它拿到手了 然后呢 有了这样一个rm啊 它的一个基础模型之后 嗯 我们就要用这个模型 帮咱们执行一些操作了 然后啊 我们还需要对这个cell 再做一个定义啊 就是说当前我们的一个cell 还需要让它等于我们刚才指定出来的啊 这个rmcm啊 它的一个基本单元 然后呢 需要再指定的东西啊 就是它的一个run size的大小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啊 它的一个神经上个数 所以说 在这里啊 我还需要把它的一个run size给它传进来 然后呢 后面啊 我们可以指定的东西 就是一个state 嗯 这个东西啊 通常情况下 就是我看官方也是这么指定的 嗯 在之后的版本啊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tensorflow 1.1 然后如果说啊 之后1.2版本之后呢 可能就是会把啊 它这个东西改成一个默认值啊 它这个默认值就是等于一个tru值 到时候啊 大家就不需要指定的东西啊 它就默认是个tru值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嗯 你的一个lstm门单元当中啊 不是有h值 还有c值吗 一个控制值 一个输出值 你是否要把它们当成一个原主 进行一个返回呢 它默认情况下 都是一个tru啊 这种情况下 是最有利于咱们进行一个训练网络的 然后啊 咱们需要指定 当前的一个基本单元做好了 一个基本单元里啊 是不是说 嗯 咱们整个的单元是由什么组成的 咱们整个单元是有好多个基本单元组成的吧 所以说呢 我还需要定义这样一个东西 我的一个 嗯 还是啊 在咱们这个rn当中 然后呢 有一个 咱们要把它进行一个叠加了 就是一个munity 把它写出来啊 这个有点考 Mulity Mulity的一个rn的一个cell 来看一下 Mulity Mulity 嗯 RNN的一个cell啊 应该没有评错啊 就是这个东西 把它拿出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要传的就是说 嗯 现在啊 你的一个整体的架构 是由几层组成的 这个层的意思啊 就是啊 不跟咱们之前说的层不太一样 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不是一个输入吗 然后 这是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说 啊 你这个东西 现在啊 它是有几层 说的是 你整个的结构啊 它有几层这样的结构 然后呢 咱们刚才不是说 嗯 需要两层结构就可以了吗 所以说 咱们现在啊 所以比较简单 这是一个基本的单元 然后再乘上咱们的一个层的个数啊 这就是 我现在啊 要做的是有多少个单元 然后呢 后面一样啊 还是state的storple 给它复制下来 这样啊 咱们就现在把一个 咱们基本的一个 LSTM啊 给它做好了 由这个东西做好之后啊 我们还需要指定的 就是它的一个 出租化的一个状态 initial的一个state 正常情况下啊 对于LSTM来说啊 我们都是用cell它的一个 ZeroState 来进行一个 出租化的啊 一打到这个cell之后啊 特别特别卡 Zero的一个state 我们再给它写完啊 就是这个函数 st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点到这个函数之后啊 简直要我卡爆了 state 这不能不能再写这个函数了 然后啊 写上这个括号 这个括号里边呢 我们只需要指定好 它的一个bed size 以及呢 它的一个类型就可以了 bed size啊 就是按照咱们刚才指定的 这样一个 一个 bed size 然后呢 后面它的一个类型啊 类型 我们用tensorfloat.float32就可以了 这样啊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出租化的一个状态